今天有些行业,例如高盛,都是落力创好禁锋利业 他们有什么原因呢? 首先大升目标价有六成 由原本140元升到230元 主要是看刚刚你所说的电动车市场推动锂的需求 估计禁锋到2025年,全球市占率达到两成至两成三 而理价会同步上升,升幅介乎4%至7% 小米最新完成了电动车的注册,注册资本是100亿 其实都证明现在电动车市场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 所以是否解释到为何1772可以一直这么强势呢?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跟电动车电池需求有关 即使这大行预测上是撑腰 但事实上内地理化物价格近期 其实都是显着回升上来的 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实是否感觉上很多利好的因素 是不是禁锋利业都继续利好,没得输呢? 我想跟新能源汽车那些相关股份的股价走势 都有一个关系在 基本上如果我们看回吉利亚或者比亚迪的时候 就会更加明显的股价都持续地保持一个高的水平的时候 都会令到禁锋利业都会有一个相关性在到 短期来说就特别要留意到底这些新能源汽车股 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强势的表现呢? 似乎比亚迪就开始有一个下行的一个隐约看到这个走势出来的 所以其实不排除可能禁锋利业都会稍微是回调了之后 然后才发力再上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 而且值得留意其实高城他现在看目标价的时候 就大概是200到210元的位置 对应禁锋利业185元的高位来看的时候 其实那个上升空间也未必是这么多 所以虽然在文字上他看得挺好的 但是价格方面仍然是定价是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他原本看目标价就140元左右 所以其实他这次上调的空间数字上就很大 但是其实跟现在现价的水平上 那个空间上就不是我们原本说到这么大的 但是涅帅如果我们看禁锋利业 其实就一路看投的话就一路不断升上来 如果没有货的投资者 其实就一路在等一个机会 什么时候才可以买呢? 会不会其实今天要趁股价回调 跌了成半成 其实会不会今天就是个入场机会 还是要等一等 如果真的长线一点就好像参加上次五月 国家投放的储备那时候 就是等股价调整回去 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才再进场是比较直博一点呢? 那现在呢就都有不少投资者是准备入市的 那变成了你说要回调回5月那时候那些位置的话呢 那暂时去看的话那可能就机会就不是很大的 那如果呢就参考回8月27号的时候呢 那个股价状况的时候呢 那个低位呢就是150元这些位置那变成了呢 其实呢如果可以在这里呢是介乎150到155元之间呢 来到去吸纳已经是一个的相当不错的位置来的 那至于呢就如果你说呢 就是以一个的长线点来去看的时候呢 那大家留意一下呢 近风理业呢除了现在呢 是做一些锂电池那一个的业务之外呢 它呢准备呢是安排一些的锂电池的回收的业务的 因为呢看到呢 来着呢都是有一个的很庞大的市场的潜力在那里 那变成了呢 这些因素去看的时候呢 中长线呢都是倾向去看好 那可能今年那个目标价就会看200元 但是呢到明年来去看的时候 其实有机会呢可以是看到230元甚至250元这些位置